Sallywalk 它其實是在機構軟體 那其實 E-PLAN 在電控設計這一塊 它其實背後有海量的一個數據庫 支撐我們在設計過程中需要用到的元器件 大家好 歡迎來到 TCMIC 那我們今天在高雄自動發展 我們邀請到 E-PLAN 的 Jackie Jackie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什麼是 E-PLAN 嗎 OK 那 E-PLAN 其實是德國的一個 全球最大的一個電器專業的設計軟體 那其實它在歐洲的試占率將近七成 那德國有將近八成的試占率 其實它應用的產面很廣 它主要就是在像是工具機產業 自動化設備 包含像是航太 汽車 傳播等 所有需要用到電控系統 電控繪圖的 其實目前 E-PLAN 是最專業 最首選的 那它跟我們常看到的繪圖軟體有什麼樣的不同嗎 因為其實大家可能比較常聽到的 像是Sallywalk 卡提亞 或者是Inventor 其實這個是屬於機構的設計軟體 那其實 E-PLAN 其實屬於在電控專業 包含像是我們現在來到的自動化展 其實所有現場參展的廠商或者來賓 其實都是大部分都是電控背景的 其實他們設計的過程中 工作的過程中 其實常常需要繪製電路圖 甚至驗證一些設計的錯誤 其實 E-PLAN 就是最首選的一個軟體 您的意思是說 我們原本的繪圖軟體 跟 E-PLAN 它其實是可以共存的嗎 是我們畫完之後 它可以導入 E-PLAN 嗎 應該這麼講 就是可能 就像剛才提到的 Sallywalk 它其實是在機構軟體 那其實 E-PLAN 在電控設計這一塊 它其實背後有海量的一個數據庫 支撐我們在設計過程中 需要用到的元器件 OK 今天當機構工程師 繪製完它的模型的時候 其實可以導出它的 3D 模型 然後可以通過 E-PLAN 來在基於 3D 模型上面做一些布線 然後生成一些生產需要用到的一些資料 報表 像是 BOM 表 甚至是一些現場製造的一些圖紙 那如果觀眾朋友想要更瞭解 E-PLAN 我們可以在哪裡找到你們呢 其實當然像現在的一個 YouTube channel 其實 E-PLAN 有原廠的一個官方頻道 包含像是 Line 8 其實可以搜尋 E-PLAN 台灣 甚至現在時下最夯的 CHIP GPT 它就可以告訴你 E-PLAN 是怎麼樣的一個軟體 然後怎麼去上手學習使用這套軟體 MING PAO TORONTO